路加福音第四章 耶稣被圣灵充满 从约旦河回来 圣灵将他引到旷野 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 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 日子满了 他就饿了 魔鬼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 耶稣回答说 经上记者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化 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 煞世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 这一切全比荣华 我都要给你 因为这圆是交付我的 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你若在我面前下拜 这不要归 耶稣说 经上记者说 当拜主 你的神 单要侍奉他 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 叫他站在殿顶上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从这里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者说 主要为你 主要为你吩咐 他的使者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拖着你 免得你的脚 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 经上说 不可试探主 你的神 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 就暂时离开耶稣 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 回到加利利 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 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 众人都称赞他 耶稣来到拿撒勒 就是他长大的地方 在安息日 照他平常的规矩 进了会堂 站起来要念圣经 有人把先知 以赛亚的书交给他 他就打开 找到一处写着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拆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 月纳人的喜年 于是把书卷起来 交还执事 就坐下 会堂里的人 都定睛看他 耶稣对他们说 今天 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众人都称赞他 并吸其他口中所出的恩言 又说 这不是约策的儿子吗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必引着俗语向我说 医生 你医治自己吧 我们听见你在家摆农 所行的事 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 又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 被人悦纳的 我对你们说实话 当以利亚的时候 天闭色了三年零六个月 遍地有大饥荒 那时 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 以利亚并没有奉差 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 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 一个寡妇那里去 先知 以利沙的时候 以色列中 有许多长大麻疯的 但内中 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得洁净的 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 都怒气满胸 就起来撵他出城 他们的城造在山上 他们带他到山崖 要把他推下去 他却从他们中间执行 过去了 耶稣下到加百农 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 在安息日教训众人 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 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 在会堂里 有一个人 被污鬼的精气负着 大声喊叫说 哈 拿撒勒的耶稣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你来灭我们吗 我知道你是谁 乃是神的圣者 耶稣责备他说 不要作声 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 就出来了 却也没有害 众人都惊讶 彼此对问说 这是什么道理呢 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 污鬼就出来 于是耶稣的名声 传遍了周围地方 耶稣出了会堂 进了西门的家 西门的岳母 害热病慎重 有人为他求耶稣 耶稣站在他旁边 斥责那热病 热就退了 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 日落的时候 凡有病人的 不论害什么病 都带到耶稣那里 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 医好他们 又有鬼 从好些人身上出来 喊着说 你是神的儿子 耶稣斥责他们 不许他们说话 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 天亮的时候 耶稣出来 走到旷野地方 众人去找他 到了他那里 要留住他 不要他离开他们 但耶稣对他们说 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 因我奉差原事为此 于是 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 感谢观看